兄弟们iPhone13和这个12Polo 这样进行的话咱们该如何选择呢 如果这些优缺点你不知道的话 你肯定会后悔的 今天的话就是网友纠结了三天 才去跟这个12Polo 那么iPhone13和这个12Polo兄弟们 它的差距会很大吗 差在在哪里 咱们该如何选择成功适合自己呢 今天的话咱们该讲解一下 首先外观方面兄弟们 这个外观的话咱们就不说了 萝卜白菜是吧 该有所爱 但是兄弟们12Polo是不锈钢边框 确实也比13要 看上去很高级啊 更高端 不管是这个颜值还是手感 同样是1200万像素兄弟 但是12Polo支持实必变焦 就是说看得更远 拍得更清楚 后置激光雷达像头 这边12Polo是完胜的 iPhone13兄弟们 A15加4G 12Polo啊 A14加6G 正所谓一如大一级压死人啊 iPhone13的话是3200行列 只续航一天是足够的 一天无压力妥妥的 iPhone12Polo兄弟们 是2800环上电池 说这话 12Polo最新版的话 也是个旗舰机对不对 你居然配个2800环上电池 太不够意思了 而且呢 12Polo兄弟们 作为初代的5G机型 功耗太大 发热很严重 续航的话太差了 一刀下干啊 简直就是个烧火棍 发热特别的严重 要颜值 要手感 要拍照兄弟们 就选12Polo 百分百没错 我个人呢 是更加推荐iPhone13 为啥 因为整体中庸 没有很大的缺点 没有什么很大的短板 而且的话 保值力远超这个12Polo 因为王首席说过 13其实是香的 我们来看 我们国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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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s 感谢观看